灰姑娘深爱的王子生日快到了 程宝在为他准备生日晚宴 这让灰姑娘非常兴奋 我今年想要帮王子做一个生日蛋糕 你觉得怎么样 波波 我觉得是个好点子 王子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他打算做生日蛋糕送给王子吗 希拉马上跟他妈妈罗莎女巫 分享刚刚听到的这个消息 嗯 你说你听到灰姑娘这么说是吗 是的 他说他要做生日蛋糕送给王子 王子这么爱他给了他一切 他却只打算做蛋糕而已 真是太过分了 我真的很讨厌他 嫁给王子当公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等等 我有个点子 怎么做呢 这个点子绝对会让他在王子面前大大的出球 以后就只能低着头 不敢跟任何人对上演 那到底要怎么做 你仔细听我说 第二天 灰姑娘来到厨房 所有蛋糕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好紧张哦 做得很难吃怎么办 一定会很好吃的 我相信你 只要放轻松去做就好 还好有你陪我 我真的好爱你哦 先来确认一下材料吧 牛奶 鸡蛋 面粉 香草 还有糖 应该就够了吧 但是 但是什么 怎么了吗 黑莓呀 没有黑莓的话 蛋糕就做不成了 没关系 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去帮你采回来 趁波波去采黑莓的时候 灰姑娘开始把其他材料混在一起 这时 罗莎和希拉也正忙着准备他们的计划 不知道用过期的牛奶做成的内馅会是什么味道呢 一定不是王子喜欢的味道 哟哟哟哟 灰姑娘公主 居然想要做蛋糕啊 你确定你做出来的蛋糕不会让人吃坏肚子吗 等做完再说吧 我想采这么多黑莓应该就够了 我可以回去了 波波波回来以后 灰姑娘告诉她罗莎说的话 罗莎是女巫 什么都做得到 她可能又在做坏事了 是啊 不能相信她 我们一定得小心 时间剩不多了 要快点做好蛋糕才能赶得上庆生晚宴 接下来要做内馅了 内馅终于完成了 这碗内馅好难吃哦 好恶心 怎么会这样呢 那别拿瓶牛奶 好像怪怪的 我闻闻看 已经坏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罗莎会来找你 为了要把牛奶掉包 我等不及了 不知道王子吃的灰姑娘臭酸的蛋糕会是什么表情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 我们还要替蛋糕加点好料进去 灰姑娘发现罗莎做的好事之后 马上用新鲜的牛奶做了新的内馅 罗莎还有希拉想要毁了我的蛋糕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波波 可以请你帮我拿点巧克力粉吗 没问题 我现在去拿 波波波从厨房室回来的时候 发现希拉正从厨房走出来 哦 那不是希拉吗 他们这次又做了什么好事 我看到希拉从厨房离开 她做了什么吗 希拉吗 我没看到她 她刚在厨房吗 你没看到她吗 嗯 这真是太可疑了 她一定做了些什么 我来吃吃看这碗内馅 她 她在里面加了盐巴 他们怎么这么幼稚 好啊 我要给他们魔女俩一个教训 这时候 罗莎跟希拉正在为恶作剧成功而感到开心 一个用盐巴和臭酸牛奶做成的蛋糕 王子吃下去一定会大发雷霆 灰姑娘再一次重做内馅 这次蛋糕成功做好了 虽然遇到一些问题 但终于完成了 看起来好好吃哦 这个单层蛋糕是要做什么的 要给那对母女客人的 所以我不想浪费任何材料 嗯 我想今天的晚宴一定会很有趣 我要去做准备了 伯伯 你要帮我看好蛋糕 我要先去换衣服 各国政要和嘉宾都来到了城堡 王子的生日晚宴正式开始 我天啊 看起来太好吃了 妈 王子吃了蛋糕 但是他很喜欢耶 真奇怪 他疯了吗 太饿了 他怎么吃得下用盐巴 还有臭酸牛奶做的蛋糕呢 谢谢你们今天参加晚宴 吃点蛋糕吧 没想到灰姑娘竟然敢自己端蛋糕给我们 太奇怪了 怎么感觉大家都很喜欢那个蛋糕呢 也许我们的计划被灰姑娘发现 她重做了一个蛋糕 是啊 看来是这样没错 不然怎么会有人喜欢吃盐巴做的蛋糕呢 好吧 那我们也赶快吃吃看这蛋糕 我最喜欢生日蛋糕了 这个蛋糕好咸好难吃 我们被自己的饿作剧挣到了 我吃不下去了 看起来他们不太喜欢盐巴做的蛋糕呢 哈哈哈 呼呼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